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今天我们来做鲦鱼烧,tai yaki 先来做面糊 中筋面粉,或者低筋面粉 低筋稍微蓬松一点 加泡打粉 吸白糖 一起过筛 让不同的粉充分融合 筛入空气,让面糊更轻盈 打一个鸡蛋 打散 加入冰牛奶,来减缓面筋的形成 搅拌均匀就好了 要避免过度搅拌 过度搅拌会提高面筋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不够松软 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我用的甜豆沙是这一种 选的时候要选粗豆沙 就是带一些豆沙粒的 我们来给豆沙馅整形 剪个角 盘子上抹点油防粘 红豆沙挤成条 用抹过油的勺子 把豆沙压扁 方便接下来甜馅 拿出冷藏的面糊 你随便找一个家里现成的工具 比如说汤勺或者带草口的杯子 这样倒面糊的时候好控制 模具上刷一点点植物油 方便脱模 鱼以外的部分也刷上点 倒入面糊 对于有馅的钓鱼烧 下面的面糊倒到七分满就可以了 用筷子调整一下鱼尾的尖角 让鱼尾的形象更饱满 在鱼肚子的位置 放上刚才压扁的红豆沙 盖上面糊 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这样鱼身的形象更饱满 又不会溢出过多 如果你做没馅的钓鱼烧 就一次性把面糊加到这个量 用小火来烤 单面烤两分半 反过来再烤两分半 因为不同模具的大小有一些差异 再加上各家的火力不同 所以第一次做 保持小火的状态下 每一面先各烤两分钟 打开检查一下上色情况 再调整时间 单面最长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面糊最好能稍微溢出来一点点 一方面钓鱼烧边缘的皮脆脆的挺好吃 另一方面如果家的面糊不够 鱼身会扁扁的不够饱满 所以我更喜欢让面糊稍微多出来一点 这样这个鱼看起来更健康更喜庆 除了红豆馅 你也可以加入任何自己喜欢的馅 我们先来做个巧克力馅的 顺便说说鲦鱼烧的历史 它是源于日本的一种甜点 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文里鱼就是鲦鱼的意思 鱼就是烧的意思 它的前身是一种扁圆柱形的红豆馅点心 叫金川烧 到了20世纪初 人们开始用鲦鱼形的模具来做 也就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鲦鱼烧 鲦鱼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家籍鱼 在当时是一种很贵的鱼 而且象征着喜庆和幸运 普通人家日常是吃不起的 只有一些特别的日子 比如婚礼才可能有 而鲦鱼烧这种鲦鱼造型的点心 价格不贵 味道又好 还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和幸运的向往 所以鲦鱼烧一上市 就深受大家的喜欢 我总结 金川烧活的是实力 鲦鱼活的是人设 而鲦鱼烧活的不只是造型 它外在有人设 内在有实力 巧克力一加热又甜又软 你甚至可以做奶酪馅的 趁热吃还会有一点拉丝 鲦鱼烧也完全可以做成咸口的 比如土豆泥 萝卜丝 各种炒熟的肉馅 你也可以做个这样不甜馅的 做好后 从鱼背切开 里面加上蔬菜 煮鸡蛋 火腿什么的 做成鲦鱼烧三明治 学会钓鱼烧 玩美的不得了 感谢收看 看完记得帮我点赞和转发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乔乔妈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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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